感应式读卡系统的第一执行阶段 将在史坦顿岛巴士和地铁4、5、6线 曼哈顿和布鲁克林之间 从中央车站到巴克莱中心之间的站点启用 搭乘史坦顿岛巴士转地铁 仍然可以使用感应式读卡系统免费转乘 但只能一次性付费 还没有周票或月票的折扣 新的Omni感应式读卡系统 让乘客使用感应式银行卡 和手机上的行动钱包付费进站 使进站刷卡更快速方便 MTA预计在2020年之前 全面站点替换此系统 然而要到2023年 地铁卡才会全面被淘汰 新唐人记者王于赫纽约报道